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开始呢 咱们再打一个新游戏啊 叫做城堡风暴 这个呢 是我刚刚下载的一个游戏 它呢 是一个欧洲中世纪风格的塔房的游戏 我呢 一直比游戏好玩塔房的游戏啊 咱们看看这个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 这个游戏呢 虽然我是玩的PS4版 但是呢 它有手机版 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下载 咱们一起玩啊 好 咱们现在马上进入啊 哦 这出来了 第一个是单人 哦 还可以多人啊 这个是多人游戏 咱们选择单人游戏 然后这是选择第一个战役模式 还有好多模式啊 然后这是难度 咱们选第一个简单啊 好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游戏的剧情啊 这应该是欧洲中世纪风格的一款游戏 哦 在很久很久以前啊 一个世纪之前 有两个强大且亡固的亡国之间发生了战争 骑士呢 拿出了长剑 这是野蛮人拿起了斧子 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地动山摇啊 下面有日元为他翻译啊 他说大地被烧焦 而且呢 被血染红 幸福的女神呢 流出了眼泪 啊 女神流眼泪了 他说女神的眼泪变成了宝石落到了大地上 战斗的人们呢 他们回顾了这个女神的声音啊 青色的宝石落到了国王的手里 红色的宝石呢 落到了野蛮人的手里啊 Viking应该叫野蛮人啊 两个宝石呢 让战争终止了 而这宝石威力不小啊 而持有宝石的人呢 将永远获得生命的祝福 这个呢 是以前的话 现在呢 没有人再去想它了 那么战争的遗云马上就要过来了 就这么一款游戏啊 我非常喜欢这个欧洲中世纪风格啊 我感觉充满了神秘啊 有骑士啊 等等这种感觉啊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风格游戏我非常喜欢啊 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喜欢这种风格的游戏呢 画面也是非常的美丽漂亮啊 这是国王啊 岁数不小了 看着啊 拿一个权杖啊 他说 从我的这个国家滚出去 这些个恶党 这些个坏人啊 他说我要在年轻五十岁的话 我用我的手就能够把你们赶出去 来了一个勇士啊 叫奥嘎雷斯 他说 国王请不要生气 国家的防护呢 就交给我吧 他是这个武将啊 他说你来的正好 嘎雷斯 爱情 爱情啊 他说这个野蛮人呢 他们把路给我堵上了 野蛮人把道堵上了 他说到底是为什么他们把路堵上了呢 这个Galice问啊 国王说他们想战争 他说这个女神的眼泪的宝石呢 已经和这个野蛮人维持了这么多年的和平 但是近来呢 他们好像比较闲 哦 说这个野蛮人太闲了 他说是不是没有给他们发奖金呢 这国家还发奖金啊 可能是赏金的问题吧 哦 这个勇士说 怎么战斗还能发奖金吗 我可一回都没领到过 哎呀 国王说说漏嘴了啊 国王说这可能是长期和平的代价吧 哦 我得经常给他们发钱来保持这个长期的和平啊 哦 Galice说这个可能是王宫会计的责任 啊 王宫会计给他们发钱发少了 他说这个叫路法子伯爵 他说确实这个路法子伯爵这个会计啊 他太阳格了 但是呢 他是忠诚这个国家的 哦 这个Galice说 我明白了 咱们先解决现在眼前的问题吧 OKOK 这日语还相对简单啊 哦 咱们先用这个巴里斯塔 就这个箭塔 把这个敌人消灭啊 咱看看 这个 这个箭塔可以爆头啊 嗯 我呢 试过一下 就是说这个箭塔呢 可以打到身上 也可以打到头 打到头的话呢 就能够一下把这个敌人杀死 这个是这个游戏非常好的地方啊 王宫 这又怎么了 国王说 稍等一下 他们要把我们的旗子给夺走 哦 要把这个军旗夺走啊 咱们现在应该要把这个旗子拿回来 好 那么咱们现在去夺这个旗子啊 王宫 我是按这个R试点来切换整个视角 大家请看 这个游戏非常的漂亮 我先把这两个人杀死 哇 两剑爆头啊 今天运气啊 然后呢 我要送出士兵去夺这个旗子啊 我现在按这个方块键送出士兵 这个游戏就好在这儿啊 就说 咱可以往外派士兵 还可以用这个箭塔去射啊 而且还可以使魔法 还可以派这个 盖莱斯那个爱卿 亲自出阵啊 这个游戏 我感觉虽然是塔防类游戏 但是呢 可玩东西比较多 我是现在目前挺喜欢啊 我先玩一玩 我想呢 可能这个游戏如果 喜欢的朋友多的话呢 我可能把它做成一个这个 长期玩下去的游戏啊 毕竟它还可以连网对战嘛 等等等等 好多的这个内容在里面啊 咱们一个一个把它试出来 同时这个游戏好像还能这个升级城堡啊 因为城堡里面有好多的建筑物 咱们还可以挨个儿升级 有点类似于 部落冲突 或者是这种皇上战争的感觉啊 有各种各样的兵的角色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设计安排 还能建设城堡 非常不错啊 我不说了 怎么有一个人过来了呢 不过我已经把旗子夺回来了啊 我怎么说啊 国王说 干得不错 咱们把旗子已经取回来了 噢 嘎莱斯说 看这些士兵们都很卖力气的吧 其实士兵们干得很不错啊 这个剑士说 他说嘎莱斯亲王 有什么事吗 咱们剑塔的剑已经不足了 都已经用完了 他还不多弄点库存啊 再有敌人攻过来的话 咱们可怎么办 嘎莱斯说 没关系 我呢直接出战 我呢直接去杀敌 这嘎莱斯真是个勇士啊 噢 现在咱们把这个嘎莱斯 送到战场上去 按这个三角剑 召唤这个魔法啊 把嘎莱斯换出来 咱们现在直接操作这个英雄杀敌啊 咱们不用剑塔了 出个减手啊 稍等啊 我看啊 哦 我把这帮弓箭手杀掉啊 啊 咱们有剑塔了 这只能嘎莱斯亲自出征了啊 OK 屏幕上说 让嘎莱斯赶紧回城 按三角剑回城啊 我试一下 OK OK 这个游戏可玩的地方很多啊 国王说 战场上能赢你的人 简直就没有啊 这是嘎莱斯啊 嘎莱斯说 是啊 得意了啊 他说 但是呢 咱们今天打倒这帮阿甲的话 敌人的攻击呢 并不会结束 国王说 这可怎么办 嘎莱斯说 咱们必须要破坏敌人的城 咱们要攻城了啊 这剑士说啊 他说 就像您命令一样 我呢 已经把箭塔都装满了 工程用的发射物 那么正好 我呢 去攻城 你们呢 守住咱们的旗子 不要被敌人夺走 啊 明白了 让他们守大本营 然后我去攻城啊 OK OK 咱们现在应该是一场攻城战啊 破坏敌人的城池 好 我看看啊 咱们下面的发射物 有这个苹果炸弹了 咱们试一下啊 哇 这个苹果炸弹 威力不小啊 然后还有这个 右边的这个碎石啊 我现在呢 派几个士兵出去啊 大家请看 这个屏幕的左下角 我现在呢 可以最多派五个士兵啊 不能再多了 然后呢 每个士兵可能消费一定的 这个肉的数量啊 然后呢 随着我这个升级城堡 我呢 一次派出的兵的数量呢 也可以增加 所以这个游戏呢 不仅仅是单纯的塔房啊 还有些这个RPG啊 有这个城堡设计的元素在里面啊 我敌人也出士兵了 我先用这个建设他们啊 然后呢 我下面的士兵 正在往前面走啊 士兵也对战 然后咱后面相对于什么吧 相对于前面这个短兵相接 然后咱后面呢 有这个炮兵支援啊 这种感觉啊 有点像这种现代战争啊 哇 对方的剑势好厉害啊 哇 他砍碎了我几个士兵啊 先不管啊 我先接着攻城 OK 然后随后我再派出士兵过来 我先射他啊 OK 这个游戏可以爆头非常的好啊 我这士兵正在打这个对方的城门啊 完了 被对方的剑给射死了啊 咱们继续派我的士兵啊 我也有剑手和这个 这个这个 骑士似的这种感觉啊 拿着特别粗的剑啊 哇 这个苹果炸弹的威力是真没说啊 大家请看 他的城堡里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建筑啊 有这个兵营啊 等等等等 武器屋什么的啊 这个我回头等我有钱了 我应该再重新建设一下我的城堡啊 先不说了 咱们先攻城 把他这门的给他敲开啊 哇 对方又出来一个这个 比较厉害的这个士兵啊 这是费25的这个士兵啊 我现在只上这个费10的士兵 所以我估计可能是打不过他啊 我仅仅是剑士 他应该是骑士的感觉啊 我拿剑射他啊 我的剑士看来是打不过他这个骑士啊 他应该叫剑客了啊 看来我只能用剑射他啊 我呀 其实应该升级一下我的这个 这个费10个肉的这个标准的剑士啊 把他这个攻击力提高才好啊 攻击力和这个体力提高 大家请看 他这个城堡后面就有这个练兵房啊 好像是 他的剑士 他上是这个费25的这个剑士啊 我回头把我的这个一级剑士升下级 毕竟费10的话 可以轻松的派到战场上去哦 我敌人他现在已经不再派士兵了 可能是因为第一局啊 相对简单啊 后面几句话 我想肯定 敌人士兵呼呼往来派啊 我他的这个城门很结实啊 我士兵这么砍就把他砍不碎哦 没关系啊 咱用这个炸弹 直接把他这个城给他炸掉就算了啊 他这个炸弹的感觉是那种 抛股线式的这个轰炸嘛 有点类似于这个愤动的小鸟啊 他是这种随机的这个物理计算的引擎 非常的好 哎呦 城门被我空开了啊 太棒了 好 我呢 从下面炸 他已经 OK 他城堡应该已经毁了 OK 拿下了敌人的城堡啊 我感觉这个游戏非常的这个轻松啊 我怎么说啊 他说国王说干得不错 咱们把敌人给攻陷了 那么谁是国王呢 国王是谁呢 国王就是我 我就是国王 这家伙就是太得意了 笔下 嘎赖斯回来了 哦 不好意思 我呢稍微有点兴奋过头了 这国王说啊 这场战争 让我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 和野蛮人作战的话 我和你说过吗 他还要说他年轻时候的事啊 他说我们呢 曾经骑袭过一个野蛮人的要塞 陛下 您别说了 这都说一百回了 我都快背下来了 今天的胜利呢 正是对这个话的证明 哦 关于这个证明呢 其实有更好的方法 啊 我明白了 就是要给你奖赏嘛 对不对 哈哈 对嘛 国王不能光动嘴啊 他说那么从现在开始 你呢 作为守护者 天天在我的身边吧 啊 陛下 那么我会感到非常的荣幸 我看 他看来成为这个大臣啊 他说我听到这个呢 我也安心了 哦 看来这个 戈拉斯已经成为了重臣啊 哦 咱们取得了胜利 Victory啊 还获得三颗星 还有点少啊 然后我获得了一定的钱数啊 这样咱可以建设城堡了 还获得了这个最优秀部队啊 OK 哦 这是颈备队训练啊 咱们现在做一个这个战斗准备训练模式啊 我看看啊 哎 装备怎么不让用呢 看来级别还不够啊 那咱们选择战斗 这是一个训练营模式啊 哈喽 你好 谁啊这是 哦 修道士 他说 嘎莱斯 你呢 就这么喜欢训练吗 嘎莱斯说 哎呀 你都问了这么多回了 我呢怎么练也练不够 他就喜欢训练啊 呵呵 果然是这个骑士啊 哦 他说你这么多年呢 都在流浪 现在呢 要成为王国的守护者了吗 当然了 他现在看来升官就说啊 哦 多亏了这个魔法的宝石 嗯 我的时机终于来了 我呢 只要把蛮族当成对手 就可以了 这个眼泪的宝石呢 他让这个国家 避满了好多的灾难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呢 请注意 和平呢 不会永远持续的 而这个修道士说啊 他说 仅仅有一个小云 都会把太阳遮上 会让这个世界变得黑暗 哎呀 你说什么呢 这嘎莱斯不信啊 他说 这种没头脑的话 你不要说了 你看我像害怕的人吗 这嘎莱斯看来 只是这个 有蛮力啊 我感觉这嘎莱斯啊 有点像嘎龙啊 他说 那么好吧 希望你的这个能力呢 除了退至蛮族以外呢 不要再使用它 就是说不要战争啊 看来就说蛮族 尽是一个小牢牢啊 不叫事啊 稍等 咱现在应该是射箭打靶啊 我试试啊 怎么射低上了 再来啊 OK OK 怎么不能 正中靶心呢 是不再试试啊 哦 我是用这个摇杆调整 调整这个射箭的方向啊 OK OK 这种靶心了 好 重的位置不同 得的分不一样啊 OK 15分 Nice 怎么还两颗行 难道说 我的难度选低了 所以得不到 这个高的分数啊 咱们再来一次啊 这个是近战啊 用刀砍 这次不是射箭了 30分钟 30秒钟之内 把敌人砍掉 会得到这个加分啊 我先试试啊 咱们先熟悉一下 这个是砍这些稻草人啊 哇 还可以减手啊 还可以跳斩啊 这叫 咱们再来啊 这可以放键 我是按这个R1键 然后可以放键 然后按R1键 还可以使盾是吧 我试试啊 果然还可以使盾 我这个真不知道啊 原来如此 咱们可以刀砍 可以放键 还可以使盾啊 斯巴拉西 又赢了一场胜利啊 我看这回几颗星 这回没醒 这个游戏看来也不是说 像想象这么简单啊 咱们再来一局啊 现在是把所有的敌人 打败 我再试试啊 哦 这回是有稻草人 然后天上还有这个 飞的那个靶啊 咱们先砍掉这个稻草人啊 果然 咱们先把这稻草人砍掉 然后再打天 那个飞行那个靶啊 我想这个打靶 用剑好 还是用这个 咱们用这个 跳斩比较好啊 OK 这个很厉害嘛 但是这个准确度不好啊 再来啊 他这个穿一身铠甲 他怎么能跳这么高啊 哎呀 这一般人做不到啊 这弹跳力看来是不错啊 哎 还有吗 还有一个 把他打掉啊 哎 这怎么瞄准呢 再来啊 OK 这是给他砸下来的 好 咱们取得了胜利啊 两颗星 哦 给了我500个金币啊 哦 我还得了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弩剑 如果击中敌人头部的话 伤害会最大 OK OK 可以爆头吗 就是说 哦 得到一个新的发射物啊 我看看 如果能升级的话 我把咱这发射物升下级啊 现在攻击力还不是很强啊 哦 他说我有可升级的物品了 让我按装备菜单试一下 OK 那咱们试一下 哦 哦 这个剑可以升级 那咱们升下级啊 需要2000块钱 然后攻击力12 等待一秒钟 OK 咱们升级 还能升 咱们再升级 哦 他的时间只能是一秒 但是呢 攻击力被增强了 好 那么咱们再来场战斗啊 哦 这应该是个情节啊 我看一下啊 啊 这是那个修道士啊 这修道士够胖的啊 他说 你把我送到了 King's Keep这个地方呢 非常的感谢 哦 这个修道士看来要走了是吧 他说像我这样的老人呢 走晚上的森林 是有点害怕 啊 其实是啊 他说不用感谢 不用感谢 哦 他说 稍等一下 在那有谁呢 哦 有一匹狼啊 应该是 他说你看那个牙 这个牙 它不仅仅是狼 是 呆亚乌尔夫 这是一种特殊的狼啊 是一种比较凶猛的狼 应该是说 呆亚乌尔夫 就不知道怎么翻译啊 他说 在咱们这个南的南面 怎么会有这个 呆亚乌尔夫呢 他说 北面的巨壁呢 可能是为了防止 他们的进入 所设置的吧 看来来狼了啊 看怎么办啊 要杀狼 他说 快看 不止有一匹 我天哪 有三匹呢啊 哇 这个一身黑的狼啊 他说 赶紧 咱们跑回监视所吧 哦 这个 这个盖莱斯 他不打狼啊 他跑了啊 还英雄呢 哦 现在咱们任务是打败这个狼啊 咱们用剑塔射他们啊 我这应该是射到他的头也能爆头啊 我试试啊 啊 两件能射死 亏了咱们这剑塔升级了啊 这个攻击也增加了啊 OK OK 哈哈 因为我调的难度是一级难度 所以不是很难啊 所以呢 狼的不是很多 OK 连斩无匹啊 这个抛物线这种游戏 我非常喜欢啊 嗯 这学过物 以前我这个上这个高中时候的物理就学的比较好啊 嗯 对于抛物线的计算 哎 哎 抛物线不是物理的吧 哎 也是物理嘛 对不对 是物理是物理 嗯 我当时物理学的比较好啊 我非常喜欢这个抛物线的轨迹啊 非常的优美啊 OK 取得胜利 这么简单 好 咱们取得胜利哦 获得了新的发射物 哦 一下能射三只剑了 哇 这太棒了啊 啊 可以群击了啊 获得了三颗星 OK OK 哎 这有装备可以升级啊 我试试啊 啊 已经装备着这个三颗箭的这个发射物啊 OK OK 但是不能升级 咱钱不够啊 好 那么咱们再来一场战斗啊 是击退敌人的攻击 OK OK 好 咱们试一下啊 这个比较简单 OK 我就喜欢这个爆头的感觉啊 OK 拋物线啊 再来啊 希望咱们渐渐爆头 啊 这剑没有打到头啊 OK OK 打到头给30啊 我再试试啊 不打到头给多少钱 我看啊 哇 三只剑的威力 威力不大啊 威力不大啊 哦 不爆头也给30 那行 我知道了 哎 那我只要放个剑 把它堵这几个 让它出来就行了啊 咱现在玩是简单难度 看来是比较简单啊 等咱们把这局跪之后 我再挑挑难度啊 不过难度太高的话 那真的就是非常紧张啊 又来狼了啊 这狼要射两件才是啊 稍等我得对一下了 它过来了 OK OK 爆头 取得胜利 哈哈 挺有意思啊 这个游戏啊 而且画面做得非常的漂亮啊 哇哦 横尸遍野啊 我看到怎么说啊 他说那些不是 Biking那个国家的战士吗 哦 他们不是强盗了 哦 他这个修道士说 我和比起这些个 吃穀物的野兽来说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严重了 难道是Biking那个国家的袭击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哦 他他以为这个国家没有战争了 他说这个国家呢 一直受到女神的宝石的保护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啊 确实有点很奇怪啊 他说为了阻止他们的进攻 赶紧把这个事传达给国王吧 哦 看来就是说 以前的这个战斗呢 都是打这个强盗 叫蛮族是吧 然后呢 这次的战斗好像是说 是对面的国家的 Biking那个国家 是对面的国家的士兵进攻过来了 原来如此啊 看来不仅仅是这个消灭强盗那么简单了啊 这怎么了 你在干什么 这个笨蛋羊 这个羊怎么上去了 啊 嘎里斯说 这个羊为什么会跑到我的箭塔上去 咱们已经开发了新的发射物吗 但是 这个修导师说啊 这个笨蛋的动物呢 他把箭塔的弦给啃断了 他说这样的话 咱们就不能够再使用箭塔了呀 嘎里斯说 确实是吗 他说如果现在敌人攻过来的话 可怎么办 啊 已经绝望了 到底该怎么办 嘎里斯说 没问题 我呢 有弓和箭 我呢 可以阻挡敌人 那么在我打敌的时候呢 你把箭塔给我修一下 哎呀 修导师说 我可干不了这么复杂的机器 我不是干这行的 嘎里斯说 你要是不干这行 那么你去战斗 我来修箭塔吧 这修导师说 那算了吧 我还是修箭塔吧 我对修箭塔很有好奇心啊 嘎里斯说 对嘛 那么我现在去打敌人了 你呢 赶紧去给我修箭塔 这俩还在这对上话了 好 咱们现在去杀敌啊 哇 咱们有嘎里斯足够了 咱们不用箭塔啊 咱们嘎里斯这个 这把箭多错 我天哪 果然是箭士啊 啊 我知道了 这帮敌人 他不是蛮族了 已经啊 他们是V V V Viking Viking 是Viking 那个国家的战士啊 看来是要发生战争了啊 现在看来还仅仅是 前哨战而已啊 哎 敌人比较少啊 哎 大家请看那个背景 那个蜘蛛做的 细节做得非常的细啊 哎 我非常喜欢这种风格的游戏啊 嗯 很有这种漫画色彩啊 嗯 我非常的喜欢 主要是这种画风 我非常喜欢啊 又是中世纪 而且呢 是这种漫画风格 同时呢 难度还不是很大啊 呵呵 不过回头咱调点难度啊 咱看看难度大 到底是什么难度 现在来说 咱们杀敌应该是比较轻松啊 OK 取得胜利 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塔房类游戏来说 尤其是这个游戏啊 城堡风暴嘛 它最难的应该是 这个网友们之间对战 这个应该是比较难 这个回头我对战一下 对 算了 我先别对战了 我先好好练练啊 这是获得了一个什么发射物啊 哦 然后呢 可以获得了一个新的 把Galice送到战场上去的魔法 OK OK 这个我再练数一下 然后呢 我准备再参加参加这个PSN的这个网上对战啊 那个应该比较难啊 咱们和电脑打 毕竟相对简单嘛 对不对 最难的是和人对战啊 好 咱们应该取得了胜利 我看看 哦 咱们可以有新装备啊 我看看 哦 这是这个刺儿球啊 这应该也能升级 嗯 2800 咱们升一起啊 OK 然后这三只剑都要升级啊 咱们一个个来啊 先升级这一只剑的啊 咱们主要靠一只剑嘛 它的一只剑利润率比较高 接下来这是Galice也能升级 哦 部队也能升级 哇 这没钱啊 这还有好多这个小房子 没有解锁 看来这个今后路牌挺长啊 这个有点像RPG 还是说像这个SLG啊 战争模拟 又可以建城堡 又可以这个加装备啊 我看看啊 哦 这咱们现在用是第一个城堡是吧 这第二个第三只还都没解锁呢 哇 看来今后 这要干的东西还不少呢 这个游戏我觉得有点意思啊 我呢会打下去 嗯 非常不错 好吧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我呢会持续更新我的城堡风暴的视频 也希望您呢 能够持续观众的视频 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吧 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